美军8月底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战争 已撤离95%士兵 塔利班持续趁势做大 预估三个月内阿富汗政权将崩解 首都克布尔落入塔利班之首 Delta变种病毒在日本首都圈感染率来到95% 全国居家疗养扩大 民众疯抢血氧机 而Sony受惠宅经济第一季盈利创新高 丰田净利更创史上最佳纪录 全美半数地区今夏出现极度高温 波特兰纽约都出现37度高温 加州门多西洛湖赶患见底 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出现20起龙卷风 加勒比海也有热带风暴 非洲发起绿色长城计划 8000公里横跨东西岸植树 减缓沙漠化 塞内加尔设计圆弧形种植模型 分层种植蔬果树木 让计划成功进展 北韩因为嘱咐因病赴大陆寻衣 因为一连串意外来到南韩 成为废脱北者 家人全在北韩 他一心只想回到平壤 但回乡路艰难又漫长 观众朋友玩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的全球新闻 除了Focus全球几个主要国家 目前在抗疫 有哪些新的措施 或者陷于新的挑战困境之外 还要关注的是 全球的气候灾害 那么大家从7月到8月 对于各种庞陀雨灾 甚至雨灾变洪灾的感受 非常深刻 就像台湾 在这个星期的前半段的时候 我们看到南部的豪大雨灾 也心有栖栖烟 而今天我们头条锁定的是全美国 它的气候灾害是水深火热的缩影 全美目前已经有34个州 发出炎热警报 各地出现了设施37度的高温 加州的狄克西野火 已经烧了一个月 完全停不下来 目前开始威胁上万栋的建筑物 美国中心部的天气非常不稳定 包括了强烈风暴 龙卷风 不宜而足 亚利桑那州的暴雨 导致洪灾淹水 有驾驶受困 报道当中抢救的画面 十足惊险 干燥的草地和树枝 燃烧时发出的断裂声响 24小时不间断的扩散中 加州狄克西野火 从7月14号引燃 烧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成为全美目前规模最大野火 吞噬掉超过1000栋建筑 包括550户住家和140间商店 还有1.5万栋建筑面临威胁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狄克西大火过去24小时 就吞噬了9300英亩土地 累计摧毁的面积达50万英亩 官方发出警告 由于未来几天仍然是干燥炎热天气 美国西部地区恐怕会有更多野火发生 幸运逃过大火的民宅 居民冒险在家园附近奋战 每天都要巡视查看 甚至夜不沉眠 担心恶火会再度来袭 加州官方本周投入6000名消防队员灌旧 不过目前只有三成火事受到控制 这场火留给小镇三种颜色 烟雾的灰 被柱绒侵蚀过的焦黑 和橘红色的天空 加州除了野火 还有更严重的干旱 第二大水库奥罗维尔湖 以往蛮载甚至要泄洪 如今露出了底部的黄土 被阳光曝晒干裂 寸草不深 此外加州东北部另一座大型水库 门多西诺湖 水位已经降至70年来新低 如果继续下去 有消失的可能 事出紧急 加州水利资源局开始限制下游1500户的水利持有人 短期内禁止取水 导致不少商家反弹 当地酿酒商认为 现在正是葡萄需要灌溉的时节 政府在水源分配上也要有经济考量 今年夏天对美国来说 真的是让人认昏了头 连毛小孩都受不了 目前全美有34周发出炎热相关警报 估计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 温度都较以往高出5度以上 平均气温大约设施37度 从奥勒冈州波特兰到纽约 五一幸免 费城甚至提供移动冷气巴士 让家里没有冷气的民众 可以上来纳个粮降一下温 而美国中西部则命令不稳定天气 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地区遭遇强烈风暴 车辆挂在树梢 数千户民宅停电 过去两天 当地至少出现20起龙卷风 强风造成的灾害通报超过250件 伊利诺州芝加哥北部郊区 龙卷风出没 索性没有造成太大损害 科罗拉多州上个月29号爆发的土石流 至今仍阻挡当地主要赶道 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因为大雨导致水位暴涨 一辆汽车卡在图森地铁站外 消防人员赶到紧急将驾驶救出 各种灾害同时在美国本土上演 季后变迁的冲击恐怕将持续伴随每一个春夏秋冬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日本的疫情 我们每一天都focus日本 第五波的疫情彻底失控 情况正在灾难化 日本的关东圈医院陆续抄载 重症患者也无怨可送 相对的过去就不准他们进医院去的 非重症的中症轻症患者居家疗养人数还是扩大 因此现在爆发了抢血氧机的热潮 制造商供不应求 产量增开20倍还是抢不到 日本企业陆续发布第一季财报 丰田汽车受到美中 疫后消费回稳的刺激 尽力创史上佳击 松宁因为宅经济 在影音娱乐上表现亮丽 营业利润都创出了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过去救护车出动 总令人期待生命能被拯救 现在救护车出动 却可能是生命被迫牺牲 西伯克拉底誓约与南丁格尔誓言 在新冠疫情年被彻底挑战 医护已无法替病者谋福利 只能看着他们受伤害 接受不公平的待遇 日本的医疗体制犹如灾难状态 整个关东区的医疗其实一不堪负荷 必须照会四街医院以上的送医困难 一周就能超过两千八百多起 满街都是躺在救护车上 找不到病床的重症者 送医要抢快抢进抢救至黄金时间 但现在已经没有讲究的余地 急救队只能冒着风险 让患者先有怨能处 日本医疗窘破 整体疫情正转变为灾难 第五波如海啸般袭来 灭顶大浪让全日本没有喘息机会 首都圈已都三线 11号确诊人数 均为有记录以来 新增最多病例的星期三 其中东京增加197名重症者 连续两天更新记录 除了首都圈 金板神的大阪圈也在升温 区域疫情蔓延全国 医疗专家担心日本很快 也将会缺氧 而在医疗断气前 日本可还得先撑过 另一个缺氧危机 医院容不下更多染疫病患 绝大多数患者只能在家待命 日日夜夜命悬血氧机 除了政府单位大量订购 以配发给居家者 一般民众日常自我监测 也忙着添购 日本第五波疫情 民间不抢口罩改抢血氧机 业者活力全开 消化大量病单 一桃疫情的景气萧条 而要说不受疫情影响的 当属汽车大厂丰田 受到美国 中国役后重生的消费激励 丰田第一季 净利8978亿日元 标现不仅超越市场预期 更创下自我 史上最佳记录 Sony则受惠于宅艺经济 游戏影音部门都有增长 第一季营业利润 爆2800亿日元 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只不过交通餐饮 百货零售仍毫无其色 日本企业复苏呈现两极化 金融专家也提醒 虚胜防疫情脱长 紧急恢复 以及疫后经济结构变化的 恶性循环 天月新闻照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阿富汗 当美军和北约组织宣布撤出 阿富汗 美军将在911全数撤出 塔利班武装组织迅速攻占 已经占领了65%的国土 攻陷了34个省份 其中有9个省的首府 全部被攻陷 首都克布尔目前也已经被 塔利班的势力包围 美国情报单位预估 在三个月内 克布尔就会沦陷 即使塔利班做大 美国总统拜登依旧坚持撤军计划 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 尽速撤离 美军和北约组织宣布撤出 阿富汗后 才几个星期的时间 塔利班武装组织就攻陷了 阿富汗34个省份中 9个省份的首府 东北部巴格兰省的首府 普勒胡姆里 在周二傍晚也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目前塔利班已经掌控阿富汗 65%的国土 东南西北边陲各省全部沦陷 从地图上看 代表塔利班的红色占领区 已经将首都克布尔包围 原本美国国防部预估 阿富汗政府会在半年内垮台 但最新的情报显示 克布尔三个月内就会被攻陷 我会说 从我们这里在加坡 现在的情况感觉 在现在的情况感觉 但我还会说 从前线的位置 我们在各个地方的地方 很多城市围组成了塔利班 9个省份的首府 在塔利班的下跌 在少于一周 这状况不太好 我们看到阿富汗的党员 遮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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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 一直都是塔利班攻不破的堡垒 但现在也岌岌可危 总统甘尼周二就飞往当地提振士气 他也与各地的军阀讨论对抗塔利班的计划 同意提供武器给支持政府的武装组织 阿富汗很快就要失守 面对外界的质疑 美国总统拜登仍不改8月31号前撤军的决心 他认为阿富汗必须为自己而战 我们负责超过一들利用的质量 超过20年 我们训练和装备 超过300,000艦弥医的军事 和阿富汗的军事 必须要出现在 我们赢了一千 亡灾业和军事 一千亿美国人 拜登表示美国会透过空袭和提供设备的方式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军 但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却紧急呼吁当地的美国公民尽快离开 对阿富汗前景的悲观不言可遇 10日 阿富汗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多哈进行谈判 美国外交代表也出席 希望促成两国停火 然而美国撤军让阿富汗政府毫无筹码 塔利班胜券在握又怎么会轻易妥协 阿富汗的内战引发人道危机 联合国报告显示上个月就有上千平民丧生 近八万人成为难民 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女性遭到暴力对待 行动也受到严格限制 美国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 虽然是朝野的共识 但阿富汗沦陷的速度如此之快 却也对拜登政府形成压力 要是塔利班变成伊斯兰极端组织IS的翻版 再度对世界造成威胁 届时美国势必成为重视之地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我们都听过或者看过照片 就是大片麦田里面的神秘图腾 接下来要带您去看西非的塞内加尔 出现了同心圆的样式 一圈圈圆弧形的绿色奇观 也很像是某种图腾 如果你靠近仔细看 厉害的是 这么一圈分层中了 有蔬菜 水果 甚至树木 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这简直是空前的奇迹 我们透过这则报道 一起来了解 西非的塞内加尔 一群农民正依照同心圆的 圆弧形状进行耕种 从天空俯瞰 好像古时候的神秘巨型图腾 这是非洲绿色长城计划的一环 从西岸的塞内加尔 将横跨整个撒哈拉沙漠 到东岸红海边的几部地 全长8千公里 要种植一条15公里宽的绿色腰带 我们想想到大红海 但在继续行动 我们会变成统色腰带 但我们会变成统色腰带 但我们会变成统色腰带 第一个萨哈拉国家决定启动绿色长城计划扭转颓势 这项水土保持计划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支持 但是政治变动植物存活率和各国之间执行的差异 让计划进度缓慢 截至2020年9月绿色长城规划的1亿5400万公顷土地周 只有400万公顷复日成功 只占2030年复日1亿公顷目标的4% 但这仍然是一项充满希望的计划具有多重优点 可以重建植批减缓沙漠化 植物的根还能抓住土壤让沙尘不再飞扬扩散 栽种也能提供民众工作的机会 收成的蔬果和草药可以提升食物和生活水准 最后成功富裕的区域将成为适合居住之地 不用再为了生存在荒漠中不断迁徙 甚至被迫冒险 新冠肺炎让人民对食物和生活的需求更加紧迫 新冠肺炎让人民对食物和生活的需求更加紧迫 塞内加尔也因此禁止了国外进口和人员流动 让原本在巴西担任工程师的侨民恩迪亚耶回到家乡 并设计了这款圆形的复合式耕种模型 帮助国家的绿色长城计划更上轨道 恩迪亚耶设计的圆弧形栽种模式 可以互相重叠作用 期待透过多样性的耕种 为土地穿上耐用的绿色衣裳 目前还在起步的阶段 实施只有七个月 成果还未知 但是已经有至少二十几座像这样的绿色小岛 在塞内加尔茁壮 同时有异于绿地富裕 看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了解美国现在的情况 美国现在为了全力对抗 Delta变种病毒 加州开了第一枪 他是全美第一个要求所有的教职员 一定要注射疫苗 要不然就要拿出周周筛检阴性证明 否则就不能够在校园开学的时候 到工作岗位上报道 全美目前只有加州这么做 那么拜登政府在寻找相关法源 看看能不能取消 向佛州德州 他们禁止口罩的强制令 那么这是为了确保经济复苏 美国现在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放缓 那么激励了周三 美股持续走高 也就是通膨的压力解除了 那么推动通膨触顶的主因是油价 如果油价还在持续攀高的话 依旧存有长期的危机 情况就是美国的油价节节升 那么目前呢 已经是登上七年来最高 这让美国白宫呢 催促油国输出组织 能够尽快增产 希望产量增多了 能够减缓每桶的美元售价 避免伤害到全球复苏的脚步 美国通通这样问了吗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5.4% 月增幅达0.5% 虽然还在上涨 却呈现放缓 外界认为可能已经触底 数据欲出 稍稍为美国联准会减轻压力 但根据多名联准会官员透露 可能会从9月开始启动 缩减购债规模的计划 特别是近美国参议院在周二 敲定了由两党支持的 1.2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 参议院隔一天再接再厉 在无需共和党的支持下 通过了一项更大笔 聚焦气候教育就业等议题的 3.5兆美元预算议案 而通膨放缓 加上再有热情涌入 主公美股倒重指数持续走升 周三一开盘就创下记录新高 标普500也收在记录高点 美国二手车价在六月 飙涨超过百分之十后 七月只微幅上升百分之零点二 但是油价涨幅依然超过百分之四 因此最新传出 白宫正催促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和其盟友 尽速提高石油产量 以协助全球复苏 尽管他们已经在上个月达成协议 哪个月将提高四十万桶油的日产量 但美国总统认为还不够 国际油价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比近三成 当中布兰特原油价格甚至从去年不到四十块美元的低点 如今占上每桶七十美元 美国汽油价格也创下七年新高 周三一早 平均油价达到三块一九美元 远远超出一年前的两块一七美元 虽然OPEC目前还没有同意 趁热见组织的重要性被看见 美国则不断警告 假如油价继续上涨 将有害全球的复苏脚步 如今让美国棘手的还有Delta变种病毒 加州州长周三下令 州内所有公私立学校每一位教职人员 都必须具备疫苗施打证明 或是每个星期递交筛检结果 成为全美开第一枪的州 这项强制令 在加州教师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促成 他们宣称至少有90%的成员 已经完成两剂施打 就连禁止口罩强制令的德州 最近也出现反弹宣浪 除了两岁以下不强制 达拉斯所有市民都得戴好口罩 并从周四起生效 这是由当地这位法官 和德州北部多位家长的律师 共同提出的暂时保护令 而要求员工打完疫苗 再回来办公室上班的企业 多了花旗集团 但只是强烈鼓励并非强制 至于美国食品 即药物管理局FDA 也寄出新的措施 开雪前夕 全美加强防疫 保护失神孩童 也保护正在复苏的经济 举北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我们听到脱北者 都是巴不得留在相对自由的世界 但是今天报道里面 南韩出现了一个脱北者 心心念念 想回北韩回不去 他是一个离奇的遭遇 简单来说 就是他在十年前到中国大陆去就医 没有想到被诈骗 护照被监客给抢走了 于是他就被流亡到南韩 寻求能够被遣返的机会 他在南韩被贴上了脱北者的标签 他的丈夫女儿都还在平壤 而且他当时在平壤 是属于上层的经济生活 不管在南韩怎么样 都解不了他的北韩相仇 他叫金莲锡 十年来想尽各种办法 想回到北韩的家人身边 他在南韩从事过间接活动 那么故意以为被抓就能够遭驱逐出境 结果不成 他曾经在平昌冬奥期间 冲向了北韩冰球队的bus 希望跟北韩的冰球队的这个代表团 一起回北韩 没有想到被警方压制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有位南韩导演觉得他太特别了 叫做李承俊 所以记录了这位渴望回到北韩的被迫脱北者 金莲锡 把他这么多年来回家 做过的各种努力都拍了出来 这个纪录片颠覆了一般人 对于脱北者的惯性思考 在回收工厂里头埋头工作 外人看来闷热又单调的厂房 是金女士少数能够喘口气的地方 无奈手机铃声大作 把他拉回现实 金女士的日常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简单 她被贴上间谍的标签 在南韩过着离乡背景 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个听起来有点荒唐的故事 始于2011年 出身平壤上层阶级的金莲锡 暂时离开丈夫和女儿 为了治疗肝病到中国投靠亲戚 但她没想到 汉北韩同属共产主义国家 在中国看医生拿药 却样样都要花钱 为了赚医药费 金莲锡听信中国前客的话 护照却因此被抢 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 她来到南韩 被迫成了一名脱北者 今年西一到南韩 就进入国情院接受审查 她被关进小房间 而官员给她的承诺是 想要离开这里 必须签下试约书 能够活着和家人团圆 是金莲锡此时唯一心愿 但她万万没料到 一张试约书竟彻底改写她的命运 韩家人生离得痛 让金莲锡落了地 始终无法生根 她决定不再哭等 原以为来到这里 能够寻求庇护 却遭到南韩警方强力驱赶 反家希望再一次落空 金莲锡忍不住泪水 只是想要回到家人身边 真的有那么难吗 南韩国情愿以金莲锡 可能前逃出境为由 多年来拒绝发起护照 这代表着她不可以 以正常管道离开南韩 走投无路之下 她尝试过偷渡 甚至还当起间谍 但这些令人费解的做法 并没有让她找到出路 反而惹上更大麻烦 她遭到警方 以未造护照和间谍罪起诉 服行了九个月才获得假释 2018年南北韩女子冰球选手 在平昌东澳交锋 金莲锡当然没有缺席这场盛事 她来到场外守候 打算在比赛结束之后 冲上北韩选手团坐车 和选手们一起回到祖国 但现实是残酷的 警方赶抵现场大阵仗发起围堵 双方展开激烈对峙 最终金莲锡遭压制在地 只能够在夜色当中 看着北韩车队扬长而去 一家人分隔南北 难道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吗 2018年4月 金莲锡终于看到一丝曙光 南北韩元首在板门店 一握敏恩仇 世纪会晤让金莲锡感动到 说不出话来 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拿到这一本南韩护照 原以为能够踏上归途 金莲锡开心收拾行囊 但一封又一封的限制出境通知书 让一切回到原点 今年已经是金莲锡被脱北的第十年 他至今还在南韩独自生活 过念者平壤的家人 等一条回家的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下人物报道 我们来看的是到了巴黎的 阿根廷球王梅西 他完成了这个和发甲豪门 巴黎圣日尔曼 签了两年的合约之后 周三梅西出现在大巴黎主场 接受上千粉丝热烈欢迎 梅西新赛季的30号球衣 已经成为大巴黎球迷抢购的对象 官网上架不到30分钟 全部卖光 敲着路边的广告看板 大巴黎的球迷千呼万唤 梅西终于是他们的人了 现身新东家PSG的王子公园体育场 梅西每次挥手 都让大巴黎的球迷疯狂 这场欢迎是热闹程度 几乎就是冠军游行 高举全新的PSG战袍 梅西大方的把球衣往人群一丢 就是这件被号30的新球衣 梅西签约后 PSG商店门口立刻出现排队人龙 大巴黎的商品专卖店 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就连官网的线上商店 30号球衣也在上架20几分 三中内火速完售 这会有很多钱给B&G 这会有很多钱给支持者 PSG社群媒体粉丝数量 在梅西签约后 立刻增加600万人次 就连这个周末登场的发甲开幕战 PSG主场迎战斯特拉斯堡 尽管不确定梅西会不会上场 但4万5千张门票 已经被一扫而空 就连球场最角落的座位 门票也被炒到台币2万6 大家就是为了赌一个 看到梅西的机会 短短几天 类别巴萨 再受到大巴黎热烈欢迎 梅西漫画的PSG章 才刚起步 已经卷起惊人旋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谈的是虚拟偶像 虚拟偶像现在的人气收入在中国 已经能够跟真人明星比拼 元老期的虚拟偶像叫洛天一 他曾经登上过央视春晚 开演唱会 目前他的收入呢 有人民币好几千万 新一代的虚拟偶像呢 越来越趋向真人写实的风格 爆红的虚拟偶像 现在有林汉阿喜 他们在社交平台 发文发影片 替产品代言 让真人明星大受威胁 预计今年 整个虚拟偶像的市场 在中国 就可以冲上人民币千亿以上 根根分明的鞋毛 细致的嘴唇 从特写镜头 很难发现 这位有着东方特色脸孔的美女 其实不是真人 是大陆科技公司 创作出的虚拟偶像 我没有过去 只属于未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未来的少年 林 既然出道当偶像 学真人明星 登上选秀节目 还不够 私底下个人社群账号 也要培养人气 喝茶 看展 分享日常生活 及时多则贴文 粉丝超过9万 甚至有人留言 这位虚拟偶像林 超真实 国内以前做虚拟偶像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很多是二次元的片多 其实写实在是没有的 从形象的达到来 可能花了个 有差不多两个月左右 大陆发展虚拟偶像 并非新鲜事 但近年开始朝向 写实风格 毕竟真人的形象外貌 甚至和真人明星 抢生意 向士林 这位公司拿下洗发金代言 想做一个虚拟偶像 就是他是更治愈一些 更柔和一些 然后他 他可能给人更静心的一种感觉 还有这位 有着俏力短发的虚拟网红 阿喜 去年9月被创作出来 现在他是不折不扣 抖音红人 粉丝29万 仅仅一支 对镜头做表情的短片 获得24万个赞 大陆肯德基也感受到虚拟偶像魅力 新广告肯德基爷爷 变成顶着白发的年轻帅哥 此外也有化妆品公司 根据想要的形象 打造属于自己的虚拟代言人 可能很难想象 这批虚拟偶像带来的收益 却可以是真的 甚至相当可观 譬如大陆元老级的虚拟偶像 洛天一不仅是大陆春晚的固定班底 居番大型博览会 他也是常客 今年他的工作档期 已经排满到10月 我们年度的收入 你们包括了周边的收入 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还有专辑的发行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我只能说是大旗间左右 人民币几千万的收入 一场邀请洛天一 直播卖货的活动 外传费用高达人民币90万 甚至超越当红直播主 今年淘宝在618电商促销活动中 也推出这个像猫的卡通虚拟直播主 结果创下人民币500万的成交金额 一点也不逊色 因为这任主播没有办法 走到24小时 就不眠不休的开播 那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 就是猫头阴行的这种消费者 他喜欢在半夜逛淘宝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虚拟主播的这个解决方案 去年大陆虚拟偶像核心产业规模为人民币34.6亿元 同比增长超期成 今年这数字有望达到人民币62.2亿元 整个虚拟偶像带动的周边市场能突破人民币千亿 但尽管如此背后制作虚拟偶像的成本和技术也是相当高昂 在我身后的这个录制棚里面啊 他一共有40多个红外摄像机 那通过这个表演演员身上的70多个捕捉点 不仅能够捕捉到他的动作表演 甚至还有表情眼神等等 可以说是十分形象 要让虚拟偶像有真人般流畅动作表情 就得用上这套3D电影常用的动态捕捉技术 有些虚拟偶像还要开口唱歌 像骆天仪一直单取制作费就高达人民币100万 办一场演唱会下来成本是人民币千万起跳 对于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级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虚拟的效果 它背后的成本是极高的 我们认为说现阶段可能还不太具备这种规模化的场景 换句话说虚拟偶像要成为巨星 创造更大收益 背后没有雄厚资金 长久经营的团队 恐怕也会如真实世界中的偶像 爆红后销声匿迹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今年的东京奥运留下了英雄出少年 这样的一个空前的精彩 这次要多亏缓慢比赛 那么成为比赛项目里面 最多年轻的金牌主 他惊艳了全球无数粉丝 事实上也让一个元祖籍的杂志 重回大家聚焦的目光 那就是80年代推出的这个杂志 这本杂志一直是滑板文化的重要指标 它甚至后来引领了整个时尚潮流 连雷哈娜和小贾斯汀都穿上了印有杂志名称的潮梯 死终的滑板爱好者呢 却不满 认为滑板文化不可以当作装酷的装饰性工具 更炒热了品牌话题 对全球无数的滑板好手来说 看到这个标志就表示 有声快拜 1981年发行的Thrasher杂志 关注滑板运动 包括选手访问 场地测评 还有相关报道 成为滑板文化的幕后推手 这本杂志也公认是滑板迷一定要读的圣经 90年代的滑板场地 成了摇滚音乐MV拍摄的重要场地 也扩大了滑板文化的流行 Thrasher 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 Trasher was a huge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culture of music and skateboarding My band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play the Vans Warped Tour which was kind of a skate, surf, motocross kind of thing Every day I'm playing on stage and I see behind me like Steve Caballero on a ramp Doing all kinds of crazy tricks 儘管是80年代的產物 但Thrasher's關注滑板選手的焦點從來沒有被模糊 而且還與時俱進始終走得比潮流更前面 不只是滑板愛好者崇拜 音樂界大咖更是瘋狂迷戀 尤其在潮牌Spring共同合作 推出多款服裝 不少名模歌手都成為Thrasher's的超級粉絲 名人效應炒熱Thrasher's的銷售原本一件幾十美元的T恤 在二手平台上炒到好幾百美元的價格 我們也有看到一百分之一年增加 Thrasher的需求 如果是一種的或是不再製造 像一個古代Thrasher的T恤 需求超級高 價錢可以增加 但Thrasher's本身卻不樂見這一波熱潮 主編菲爾普斯直接點名小賈斯丁雷哈娜 要求不要再穿Thrasher's的服裝 甚至批評他們是不懂滑板文化的小丑 I think that's where the attitude comes from like saying hey you didn't work for that you never even stood on the skateboard but yet you're wearing the logo I think that's where the anger all the... Some people don't even know what it is I think it's like a rock ban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不同於其他滑板潮流商品 Thrasher's強調所有的滑板精神 都來自於無數的練習血淚 拒絕被當作裝護的工具 Thrasher一路堅持老派文化 也成為這份滑板聖經 歷久秘辛的力量 GVN新聞綜合報導